Ryo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上馬力人 這場比賽是KOT第五冠軍賽 對手是Viper對上Viper 這場比賽我覺得看起來 Viper已經遇到了一點瓶頸 Hera則是打出了自己的風格 完全創造出自己獨特的思想 不再受限於現在的Meta跟走向 而是自己開創了自己的全新套路 那我覺得算是C帝國的奇異點 真的是新時代已經被Hera開創出來了 不知道Viper能不能頂住接下來的比賽呢 接下來看一下Viper 這邊是選擇了馬力人 那馬力人這個文明算是比較偏後期的文明 在之前的版本來說是這樣子 但是他現在這個採礦能力 讓他在前期其實也變得蠻強的 這個存放黃金提升15% 是含攜帶量跟這個資源的持久性 都增加15% 挖掘速度也是增加15% 但是最快挖進速度的還是突而起 那我覺得馬力人在現今版本來說 不管是打工兵還是打騎士 或者是打一些步兵特殊戰術 或是飛刀女獵手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本身來說馬力人沒有太大的弱點 弱點硬要講的話可能就是工兵 雖然他有強弩但是沒有三級射 而且有拇指環 這算是他的小小的硬傷吧 那後期要打的話還是要打這個彪悍精神 起兵攻擊1加5這個能力是相當關鍵的 後期也可以打這個雙手劍兵 應該是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是非常高遠方的單位 但是遇到法恩克人的話劍兵勇士可能不太會打 可能會打自己的駱駝吧 7加7彪悍精神駱駝會更適合他一點 或者是打這個飛刀女獵手 但飛刀女獵手 現在的版本雖然血量多了一點點 但實際上運用打騎兵感覺好像還沒有那麼好的感覺 畢竟攻擊速度跟這個指輔兵差不多的關係 所以用起來沒有像飛鏢騎兵 或是西班牙戰武者那樣的好用 接下來來看一下法蘭克人 黑亞爾這邊是選了法蘭克 法蘭克在整個比賽來說勝率都不差 而且法蘭克人的打法與生是比較相對單調一點 攻兵路線比較弱 沒有強奴 然後攻兵護甲跟射程都稍微弱了一點點 但是他的步兵 這個級兵跟劍兵勇士都是攻防全慢 軟甲技術也有 遊俠是192遊俠 弱馬的話只有輕騎兵 稍微爛了一點 但還是堪用 那我覺得法蘭克人 他厲害的地方是他城堡便宜 可以打這個連環堡之外 也可以打這個經濟爆 他農經濟也是非常好農的 因為他有免費的農田技術的關係 所以遭到點下伐木技術之後 就不用擔心去點這個農田技術 直接3TC開農 導致他後期經濟都會非常好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選擇吧 那目前看起來 HERA的地圖是比較好打一點 這個前期雖然 果子在後面是比較好的 那驚慌在前面 那目前看起來HERA的地圖 後方有木頭 右邊有 還算可以喔 沒有到非常難手 這邊稍微微一下 這邊可以微到過去那邊 這裡可以微到底 這裡也是 那上方也可以打算 直接微一條橫線 微到底 那如果要打分數的話 這張地圖應該是有60分幾個喔 不會太差 因為木區算蠻多的 有3塊木區 那金礦這邊的話還可以插一根劍塔 直接守木區跟金礦也是可以的 果子在後方早早吃掉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接下來看一下Viper Viper地圖看起來 金礦在後面 果子在前方 欸!Viper的這張地圖 至少有60分幾個 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這邊防守可能 果子會被騷擾到一點點 那這邊稍微小圍一下 拉這個TC連防 直接圍過來 好這邊再圍一下 基本上就圍死了 而且金礦在後面 基本上不會受到任何的騷擾 那目前看起來 這樣地圖是對Viper有利的 好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好那這邊是選擇了17匹上封建時代 哇目前看了第四場比賽 黑拉從頭到尾都打這個極限洛馬 極限封建 封建時間 上得非常早 17匹上 然後這個 那麼早上封建時代 打洛馬是相當有優勢的 那Viper這邊也會打極限洛馬嗎 看一下Viper上封建時代會打什麼 好 那這邊果然是打極限洛馬沒錯 那Viper是馬力人喔 其實打小弓可能會優勢更好一點 但這麼早時間上不打洛馬好像又對不起自己 我覺得打洛馬 誒 中了TC 當然黑拉速度非常快 哇直接騙了兩波箭矢 這樣就可以讓Viper的經濟稍微爛了一點 本來這些採食物的時間 跑去拿去射箭 這個小小細節 對這種世界級的比賽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細節 好 那Viper這邊也點一下自己的一級農一級木 還是走一個偏農的路線 好 這裡肉馬也是按下了 那邊都是封建時代的攻擊都是武功 那法蘭克這邊的刺猴有點優勢喔 是有這個血量加成的關係 現在血量是54滴血 多了對方Viper的刺猴9滴血 這就是法蘭克封建時代的一個優勢 但用於法蘭克沒有品種的關係 要特別注意 如果Viper這邊點一下品種的話 就可以大幅領先 黑拉這邊的刺猴的血量優勢 好 這邊稍微打一下 槍兵過來要小心一點 直接補個槍兵 當然黑拉這邊直接按兩隻 還在後面繼續補 這邊繼續給壓力 果子果然給到了一些壓力非常煩 因為這裡沒有圍喔 待會找個機會圍一下就可以 在這邊還是要盡肯喔 去吐一下自己的槍兵跟刺猴 好 這邊村民可能要被抓掉一吃喔 哎呀 Viper這邊尷尬了 槍兵在追這邊槍兵 導致自己的村民直接倒地 Viper直接堵口 上去再反打一波嗎 單數量刺我不夠 而且血量也打不贏 這裡一定要拉槍兵來打 哇 這邊去我的村民又要在那邊打掉一隻 Viper是不是心... 太在亂啦 剩下一滴血直接高速圍牆 OK 但是目前還是由Hera拿到了一些優勢 銀翼川在封建時代也算是蠻大的一個戰果 這邊要趕快再圍一下 果子在前面被打還是很難受的 好 這邊圍一下圍一下 要圍嗎 不圍 村民直接開扁 哇 這樣子又要在死翼村了耶 唉唷 還好槍兵即時過來 這隻殘血的可以回家 好 這裡隻赤猴過來 喔槍兵直接戳到 OK 殘血的戳兵趕快回家 這邊繼續追逐 你看Viper這邊有點在亂囉 你看這個大量的戳兵直接在這邊 發一顆木頭 這個經濟喔 有點被搞到的感覺 這裡沒辦法好好吃果 經濟會有點傷到 好 那黑拉這邊就可以開始小圍小圍了 找個機會就慢慢圍起來就可以了 但現在也不用圍了 現在Viper自家都快守不住了 所以圍家對黑拉來說不是重點 現在重點是要趕快繼續報經濟 好 這邊槍兵 在這裡沒有 直接戳死一隻再戳 哇 Viper又死了一村 村民又直接被拉近 哇 尷尬了 好難受啊 Viper真的好難受 赤猴各種鬧 黑拉這邊打法非常的犀利 這裡沒有為死的話 還是有機會再繼續拿到村民的 哇 又要再殺一村 這應該死了 這不是村民喔 這是長槍兵 硬吃長槍兵欸 黑拉這個法蘭克打的確實很痛啊 一直到處繞 這邊終於圍死了 Viper終於受不了了 趕快圍一圍了 有圍死的話 黑拉基本上就沒什麼機會可以拖到村民了 但是還是可以找在農田附近灑農田的村民 找這些殘血農夫下手 是黑拉的一個首要目標 應該看到一隻殘血 4滴血 然後這裡還有一隻 拉低血的 好 這邊終於可以圍好 但是要拉非常多村民喔 好 這邊直接圍死 不想讓這些刺口直接離開 好 再捅掉 好 那這邊就要特別小心喔 這些殘血的村民 會不會被黑拉給拖抓掉 好 但村民樹好像兩邊沒有太大差距欸 看一下有沒有點輪走 還沒有點 黑拉也沒點輪走 但村民樹差不多 那很有可能是為了暗刺猴導致斷村喔 不然照理來說 這邊黑拉應該是村民上有明顯的優勢才對 這就是邊打下 邊打架還要邊不斷村喔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喔 就是這個原因 但MIPA在那邊一直收村 然後村民一來一往 導致自己經濟也會被拖垮一些喔 村民 村民直接應戰 抽個幾下 這邊村民也是要硬打嗎 但是後方的長王兵 重了一下 而且有殘血 黑拉這邊手速繼續標 這邊又抓到村民嗎 哇 殘血村民應該是有死一村 沒救這一刀 五滴血 差一點差一點 好緊張喔 這個刺猴一直讓好煩喔 這個殘血村民 黑拉有在看 有在看哪隻村民是殘血的 一直有在看 這裡有一隻殘血的 沒看到 尷尬尷尷尬 結果去打一隻血偏多一點 大家好像可以殺到 直接塗掉兩村 VIPA這邊氣在亂了 糟糕村民被塗到 那這邊村民直接被拉平 37村對37村 但是黑拉這邊早就升級了 城堡斯大 領先了40% 哇 這邊又再塗個一村 完蛋了 四季之神真的要殞落了嗎 黑拉真的是有資格 成為新的一代四季之神嗎 我個人覺得是有的 之前在看他天梯的比賽 就覺得 他這個實力 是有機會超越百分的 沒想到 好 VIPA會被打成這樣子 這是我連作夢都沒想到的事情 好 VIPA這邊補金補的有點多 這邊看來是要打騎士暴 有補兩個馬舟嗎 唉唷 第二個馬舟補在這裡 哇 這邊又抓到一隻殘血的 哇 村民已經落後大概快四村啦 黑拉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殘血的基本上都收掉了 除了還有一些殘血的 但已經收掉了非常多 大概四村左右吧 看這個分數明顯喔 VIPA是很難打得贏的 好 這邊可以直接按駱駝 這邊可以不用打騎士沒有關係 那駱駝一定是要打的 那黑拉這邊是前線蓋修道院 直接來打這個強攻路線 家裡基本上連圍都沒有圍 直接把這些圍的省下來的時間 跟木頭 好 直接轉出自己的經濟 轉TC啊 或者是前線BK 工程器製造所 投資車 修道院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升到了封建城堡時代 這邊馬力人VIPA 果然是選了駱駝開局 那這邊還打一個雙修道院 好 這邊想要直接抓到兩村 有機會嗎 若突出來兩隻騎士也直接走了進來 回頭想要蓋修道院 但是直接被阻止 這兩隻騎士又殺到兩村 哇 好賺啊 VIPA感覺一直有個小小失誤啊 可能是自己也在探圖觀察對方打卡 那黑拉這邊一直 直接 正面硬打 並沒有太擔心自己被擋散 那VIPA這邊還是有點小小失誤 好 這邊打雙修道院 自己馬力財經速度 有優勢喔 踩這麼大量的 森鋁數量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 這邊槍兵加駱駝 稍微反擊一下 法蘭克的騎士 效果其實還不錯 這邊還直接用兩隻刺手抓掉一隻森鋁 非常賺 VIPA突然打回去了 那感覺這場VIPA是有機會了 VIPA有沒有機會可以壓制住 法蘭克人的騎士爆呢 那法蘭克人要打回去這些駱駝 最好的方式就是出生旅 或是配上槍兵的路線 轉重裝長槍兵 然後配上義工 騎士跟槍兵都可以吃到這義工 然後轉修道院 對 這場是最好的 那VIPA現在的村民是有點落後的 已經落後快要10村了 那自家TC應該是還沒有蓋 因為他這邊蓋了兩個修道院 蓋TC壓力是非常大 直接把TC蓋在前方 前方稍微換掉了一些騎士 但自己也是損失掉了一些駱駝 一隻也沒有到一起了 還蠻賺的 一隻換四隻騎士 賺爛了 殘血駱駝可以拉回家 讓自家勝旅補下血 那如果VIPA要這樣打的話 可以考慮在前線再蓋一個偷子車 繼續給對方的TC壓力 讓對方沒辦法這麼的安心農 好 補下神聖思想 開始來 抬一下血量 這個次想要來偷打 好 但是有神聖思想了 血量變到45滴血 好上來看一下VIPA的經濟 好 VIPA的經濟看起來還算是正常 而且第二個TC也開一下 好 果然先蓋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因為你只光靠駱駝駝 跟森駝士沒辦法 給對方造成嚴重經濟損害 但偷子車就可以 你只要偷子車直接硬砸TC 他這邊也不敢直接硬挖黃金 只要一拉村或是到其他地方 就有機會塗到他的村民 好這邊兩隻青騎兵想要來抓生女 應該是有機會 好這邊一刀但是高地 收掉 沒問題 好 VIPA把自己的自駕駱駝血量已經拉起來了 好這邊還點一下救贖思想 到對方工程器 跟對方的馬舊都很好用 好 那個HERA還是雙馬舊在爆騎士而已 他很單純只是想用騎士的數量去碾壓 VIPA這邊的駱駝跟槍兵 森旅的路線 其實有點冒風險 但你就要來看一下 HERA這邊的操作 能不能打出更好的一個打法 現在操作是關鍵 那這兩隻刺頭盡可能要到後面去攔截 過來支援的森旅 你看這邊又要被攔截到了 哇 尷尬又要被追 這邊駱駝沒有辦法來支援 直接開招 哇 這隻突然停止招翔 不然應該是可以招到一隻新騎兵的 哎呀 結果什麼都沒招到 招了個寂寞 好 裡面騎士直接出來 硬砍這邊森旅 哇裡面長騎士 直接塗掉了 VIPA兩隻森旅非常賺 這邊招下來也沒辦法好好的招 沒辦法把這兩個馬舊給招下來 哇 這邊長騎士打森旅的方法非常好用 黑拉被稍微打回去了一點 這邊森旅全部都在CD 好 繼續按森旅 投資車沒有補 好 現在補下了 要 現在VIPA的村民宿只路後兩村而已 這邊確實給 黑拉也給到一點壓力了 不敢讓他直接開出3TC 還要開出第三個馬舊 3馬舊開始暴兵 那VIPA這邊還是 雙馬舊暴兵 然後配駱駝生旅 這邊早想要再小心點 又來了 才剛講完 然後VIPA這邊 生旅又被出來的騎士直接抓掉 哇 輸了 這一坨反打 GG 看起來沒料 騎士數量夠多 直接硬吃駱駝 哇 這裡沒有二攻 一攻直接讓VIPA打出GG 哇 黑拉這邊長騎士這個套路打得非常好 然後一直把對方的生旅偷掉 然後VIPA只要一上行偷招這個馬舊 出來直接吃掉 生旅的數量一少 直接硬吃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哇 這個黑拉真的是 有四季之神的味道 真的是有了 不如就是說他現在就是新版的四季之神 VIPA這邊直接被吃了閉門羹 直接連輸四場比賽了 天啊 我從來沒有看過VIPA輸這麼慘的情況 而且他還是玩瑪莉耶 瑪莉這個文明通常是比法蘭克還會更強一點 兩個文明對決的時候通常是瑪莉有優勢的 但黑拉硬生生的使用騎士 硬吃駱駝跟森流 打出了優勢來 這是 真的是服了 黑拉 黑拉這個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真的是有點佩服他 他以前不會這樣打 他真的是越打越厲害了 開始有點 變成黑拉的粉絲了 本來我是VIPA粉 現在有點變成黑拉粉了 這個操作確實很細膩 而且還是有打農的 他還不是打純軍事 三馬就不斷騎士之外 3TC也在開農 以前我最討厭黑拉的地方就是 他都不農 只打強軍事 只想一波打到底 但他現在真的是讓我完全改觀了 他除了打強軍事之外 還會知道 該防守的時候該農 這件事情是我很欣賞的一件事情 因為VIPA也是這種選手 就是邊打然後邊農的玩家 但黑拉這邊的細節操作又更多了一點 看來 黑拉真的是 要讓VIPA很難再拿到第一名的位置了嗎 好 那我們就來看他經濟 那經濟的話應該是 VIPA會輸蠻多的 只有黃金數 只有馬力的特性有贏 那基本上 木材跟實物都輸蠻多了 這個木材還輸到快2000了 肉的話還輸了2000多 那看起來 VIPA這邊這套打法 確實出現了一點小問題 這個封建時代 確實被黑拉的肉馬 抓到非常多村民的關係 導致自己經濟直接崩了 這個經濟加成 反正只有讓黃金多挖一點 但是卻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讓自己 爆出更多駱駝 去正面牙齒 那我覺得黑拉這邊打的打法 真的是蠻 雖然是蠻硬的 生魚加這個騎士 還沒有配長香兵 但是用這個細節操作 直接把VIPA給修爛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還有這一集 まず更是超市場的 importante 好了 請回 Bach Cultural